公孙雷 公孙雷 拧走了這個姓錢的 可是上海灘的大小報紙 都指桑罵槐說是我幹的 公孙雷做的事過了點 可是這個風聲 是誰透出去的 怎麼不講話呀 姑爺 您先歇口氣 小黑酒 你 跟了我多少日子了 打我哥死 有 三年零四十九天了 這麼久了 七成 派兩個可信的人 去好好查查 查查這件事 是誰透出去的 挨個兒查 悄悄的 任何人都不要放過 那 雷哥呢 查 查查 尤其是他 可他跟小姐訂婚了 是您的 小黑酒啊 你要永遠記著一點 我能把一個人扶起來 還能把一個人給踢倒了 好 明白了 嗯 嗯 我不能沒有你 你知道嗎 留下吧 少爺 少爺 你倒是說話呀 要是說話呀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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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不要走好嗎 少爺不能沒有你 哈哈 查 準備過 啊 小姐喝點茶吧 雷哥 你来了 哥 哥 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样 喜欢这部戏吗 喜欢 它好像是为我写的 她讲一个采茶的女孩子 常年在茉莉花园里制茶 后来有一天 邂逅了一个富家青年 一下子就爱上了她 这还挺像你的吧 不过后来就不像了 那个富家青年 其实一直在骗她 最终她知道这一切 变成了一个游戏人生的人 那你在生活中 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哥 你什么意思啊 他回来了 怎么不说话 一头是哥哥 一头是他 我能说什么 哥只是希望你 像这出戏的前半步 不要像后半步 为什么 因为后半步 不好看 哥还有些事 先走了 哥 外面都在传你和东洋鬼子合作 是真的吗 你这是当汉奸你知道吗 你这是当汉奸你知道吗 令婉 哥只想告诉你 哥做事有自己的原则 麦麦咱们走 哥 你怎么办 红孙女 恭喜了 这位是上海的新任市长陈老前卑 这位是国立教育部的部长万先生 这位是工商联的主席王先生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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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张了 开张了 要恭喜 恭喜 发财 要恭喜 恭喜 恭喜 哎呀 恭喜恭喜 这俗话说 山路转水转 转了半天 你又转回来了 没错 转回来了 好好 来来来 行 各位 请进 来来来来 好好好 恭喜 同行同行 同行同行 来来来 里边请 来来来 里边请 好好好 来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好好好 走吧 来来来 里边请 好 不见老公啊 这两个 你送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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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们都是吃醋的 居然让军统的人 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把上海市长给杀了 我陷你们一周之内 把军统伤害占给我端了 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公美先生 雷哥 千万别冲动 黄茜茜 王不犊子 慧慧他们 走 咱们超近岛 绕他们前面堵他们去 雷哥 你 你真的要做掉那个工本 从来没有人敢对老子这样 可他是日本军部的人 天王老子又怎么样 你 怎么了 雷哥 你 顾少谈虽说老婆 不过有句话说的还是对的 想成大事 就得学着真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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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证 知道了 咱们回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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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有事儿太糟了 静着点儿 这样呢 顾爷 前程的事儿查出来了 就是她 确定 她身边也有我们的人 静怡啊 我让你到上海去请公孙蕾回来 她怎么不回来啊 她说 她忙完一件要紧的事儿 马上回来 我身边的人 你早就知道我回来了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过去的 都已经过去了 是 过去的 后继我在这个亭子之中 伤害过来 但同样是在这儿 我们也有着很多对未来的憧憬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这个世间有太多的东西 我们是不能够左右的 你还记得三年前你走的那个晚上吗 心已经死了 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要来找我呢 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要来找我呢 只是想来看看 没想到你也在 那是因为有些东西 在你我的心里还藏着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不管你要做什么 请不要伤害我父亲好吗 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一定回去做 危险 三年前你走了 在我心里已经失去了一个我最爱的人 三年后你回来 还要让我再失去我唯一的父亲吗 那片茉莉花园那么清香 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为了得到这片清香 都变得那么残酷呢 因为人是自私的 也是宿命的 你我都必须走下去 我们 还可以吗 今天太晚了 我和公孙雷 订婚了 小姐 小姐回来了 老爷在听你 你先别进去啊 为什么 小姐回来了 老爷里面说事了吗 他专门吩咐过 谁都不许进来 我顾某在江湖上这么多年 能让的让 我能忍的就忍的 今天把各位请来 也是实属无奈 让我痛下此决心的 是公孙雷 大家知道 公孙雷是我的门徒 又是我的女婿 这么多年 她旅饭帮归也算罢了 可是最近 她变本加厉 不忠不孝 欺师灭祖 没办法 她逼着我 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 我不希望 牵扯到其他的人 所以 我不希望你们帮我什么 但是 也不希望 你们成我的仇人 你们 在此其中 只需做到一点 隔岸关火 来 在此 我拜托各位 你也挺关心这事啊 因为这个男人跟你我都有瓜葛 他跟我有瓜葛那是自然 可是他跟你 你想想我父亲要是知道了呢 你也太低估你的父亲大人了 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吗 这三年 我跟他的藕断丝连 他全部知道 他不管 是因为觉得这是家仇 他不说 因为他从来就不想 把我接纳成你们顾家的人 更重要的是 他需要一条狼狗 去看管他的家业 他的第一乡 可是现如今呢 这条狼狗长大了 连他的主子 他都要去吃掉 你呀 还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订婚 真叫人心里舒坦 好 顾爷 各堂口的人都送走了 好 小黑酒 在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机灵着点 明白 你 去帮我找个人 兴许这个人 对我还能有点用 下午日本人来参观 肯定高兴 你们走吧 是 我早 小黑酒 胡探房 小黑酒啊 现在是东央的天下 正改成维持会 你应该叫我胡会长 顾爷让我知会您一声 给小鬼子办事 得多个心眼 小黑酒啊 你是顾爷身边的人 我不瞒你 其实这个会长 应该是顾爷自己来当 顾爷会当汉奸吗 哎 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 顾爷不当 小鬼子就叫我来操作 你想 明晃晃的刺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能不干吗 啊 有什么事 顾爷给你的 这顾爷每个月都想着我 嗯 这怎么回事 怎么了 这个月怎么这么多啊 顾爷想请你帮个小忙 合作对付一个人 顾爷人大面大 还需要我帮着呢 这个人可有点不一般 谁 他这两天就会回到镇上 到底是谁啊 啊 爸 您真的要对付公孙雷吗 你怕什么 你又不爱他 我一直的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你既然不爱婚孙雷 为什么不反对和他订婚呢 因为从三年前的那个晚上起 佳慧就不会再反对您了 三年前 林伟贤走的那个晚上 哦 我 知道了 你是不是在怪爸爸 我只有您这么一个亲人 怎么会怪您呢 那就好 爸 嗯 我们退一步吧 退一步 我们退出 让公孙雷他们还有其他什么人 要争取争取 退一步就是死 嗯 爸我想问你 你是否 真的爱上了林伟贤 爸您还不明白吗 嘉惠爱的是您 那就好 再见 跟你父亲的一番谈话 真让人感动 你倒挺会挑时间看风景 跟你父亲的一番谈话 我只是没想到 你会为公孙雷求情 我都忘了 这事儿似乎你去更合适 可你才是他的未婚妻 我只是看在我父亲的面上 所以和他勉强着 顾小姐 你也姿势太高了吧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是勉强吗 我告诉你 公孙雷也是 他并不爱你 又或者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 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爱你 是 他爱的是你 他只爱他自己 那他对我呢 你不用心里不平衡 我比你更了解他 你 顾家的大小姐 曾经是他兄弟的恋人 你知道 你代表着什么吗 你代表着一种生活的高度 阿雷 他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人 他连做梦里 都想成为一代的枭雄 所以 他要征服你 占有你 你们不是也暗和很久了吗 这一点好像也不道德 道德 道德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说 说不出来了吧 那好 我告诉你 道德 就是虚伪和懦弱的谎子 你不爱他 却守着一纸订婚 你这样的确是道德 可是你不觉得你自己太虚伪 太可怜了吧 没错 我跟你相比 我的确是不道德 可是有一点 我比你强 我比你真实 我是偷了 我偷的是我所爱的人 我抢了 我抢的那个东西原本就应该是我的 而你呢 你不爱他 却要死死地守着他 你爱的人回来了 你根本就不敢面对 你不是研究茉莉花那么多年了吗 多清纯多芬芳啊 当年 你也像这个花儿一样 而现在 你已经不会再单纯了 永远不会 我现在倒真的挺羡慕我父亲了 你知道他刚才在后花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他说我们顾家的人永远不会输 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你 你也包括对林文贤吗 你也包括对林文贤吗 嗯 好 一朵美丽的楼花 有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纷纷美丽满枝芽 有香有白人人狂 我有幸将你摘下 送给边角 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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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慧 我们两个人何必有这样彼此伤害下去呢 是啊 我也不想再这样伤害下去了 你知道刺猬为什么紧紧地固着自己的身体 因为它不能受到伤害 所以它总是把自己的刺紧紧地绷着 表面上看它很有攻击性 其实它是在防范 它害怕自己受伤害 所以它也在伤害着别人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的 往往冒去伤害对方 心里最看重的 也是最柔弱的地方 真的 我真的觉得好累 你知道我们两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一种温暖 可哪儿又会有真正的温暖呢 是啊 这个真伤 恐怕要出大事 大事 一件可怕的事 这次又会是谁遭殃呢 也许是所有的人吧 可就算是这样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抗拒不了的 贾辉 你刚才还说你是顾家的人 我是顾家的人 可我也是一个女人 我们都是女人 可这次不一样 我还要再去试试 好了 送给你 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过了 我喜欢你 可是你也会想行啊 你对我也是 好久不见你这么开心过了 又在帮你爹洗衣服啊 我还是老想着 原来给微闲哥洗衣服量 谢宇 其实你应该去读书 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 应该过另外一种生活 另外一种生活 还不是跟上海一样 穿高跟鞋 穿白色的裙子 像娘儿那样吃饭 那也弄死了 你知道吗 我还是老想着原来的日子 在老家 在湖上 每天一大早去湖上踩铃角 那种日子 真的像水鸟一样自在 那现在呢 现在 不愁吃不愁穿 人反倒轻飘飘的 不过替微闲哥洗衣服的时候 心里挺乐的 嗯 洪云你 你知道我是属什么的吗 你比我大五岁 属鸡的呀 没错 可是以前在这个镇上 曾经有一个人说过我是属蚂蚁的 蚂蚁 他说我这个人 像蚂蚁一样 遇到事情不会绕开 只会扛在肩上 心思越重扛得越多 注定这辈子都不会快乐 可是你不一样 我希望你快乐 不再保佑正面 不再保佑正面 接上海 娘的接上海 是 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线索了 目前投靠我们的大多数老军统 他们跟重庆方面的人都知根知底 日本人的期限是三天的 部长哥 下您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好 再见 都听见了 这日本人催得紧了 周风海的电话 都直接打到我这儿来了 还好我公孙雷不是面孽的 他们敢杀我们的市长 我们也敢杀他们的人 以暴之暴 看看谁最狠 快点 都不忍耐也要 来 出来 出去 走出去 走 走 来 出去 走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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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雷哥 银行职员及家属小孩 都在这儿了 各位 晚上好啊 我知道 这中国银行 是重庆方面驻上海的联络站 我还知道 你们中间的某个人 是军统驻上海的特工人员 这一个月以来 军统分子 不 准确地说 是你们当中的某个人 在上海 频频地制造恶性事件 首先 你们刺杀了 青帮 通子辈的老大 纪云钦 十一号 十二号 你们又在中储银行 连续两次制造了爆炸事件 借此 来扰乱金融秩序 最可恨的事 他们居然 连我们的新任市长都敢杀 事可忍 谁不可忍 当然 我理解你们 我知道 你们都是受重庆方面的命令行事 我也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 我也是奉命行事 所以大家 是 各为其主 给你们一次机会 这一分钟之内 你们中间如果有军统 就自个儿给我乖乖地站出来 交代出 你们在上海方面的主要联络人员 时间地点 保你们毫发无损 否则 这一分钟 雷哥 时间到了 拉扯三个来 来 过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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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走 快点 当时 还没人 肯站出来啊